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海华交流 咨询毕业后的就业前景及就业方向 2022年 范氏玉元来到中国求学 就读于河海大学南苍江湄公河学院 我是范氏玉元 我来自越南 我目前在河海大学读研究生 我的专业是公共管理 我是2022年第一次来中国 我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很感兴趣 对于第一次离开父母 来到河海大学读书的范氏玉元来说 中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反而多了一份亲切感和真实感 我第一次来河海大学 我的印象就是 哇 我好喜欢这个大学 因为环境啊 包括老师们宿舍的阿姨 都对我很好 其实都是很友善的 很热情的 我到学校的时候 跟老师和同学们一起上课 我的感受是非常好的 他们从不同的国家来中国 但是我们没有语言的障碍 范氏玉元告诉记者 因为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他还自学了中文 这也让他更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了中国 我的中文是自己学的 自学 对 我在越南自己学的 因为我很喜欢中国的 也很喜欢中文 觉得中文很好听 我知道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世界文学制度 我在南京也能感受到的 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传承 范氏玉元的兴趣 不仅仅局限于中文的学习 他还热衷于追剧 我小时候经常听爸爸妈妈讲 中国的历史故事 我记得中国有一部很有名的电视剧 叫《西游记》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开了 还有一个书也叫《西游记》 长大了还是想看的 我知道中国有四大名著 分别《红楼门》 《三国演艺》 《水侯状》 和《西游记》 我最喜欢《西游记》 坦诚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生最高的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不断地提升自己 有一些细节让我学到了很多生活的道理 范氏玉元对记者说 平时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总会哼一哼中国的流行歌曲 放松一下心情 天青色本也有 而我在等你 这个很有名的首歌叫《净化死》 我觉得中国歌曲很好听 文字也很美的 今年即将迎来毕业季的范氏玉元 最大的心愿就是留在中国 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 对我来说 我的未来计划还是想留在中国找一份工作 因为中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增长的最快的国家之一 所以我觉得如果留在中国发展 未来会有更大的成就 同瘾一江水 命运仅相连 据了解在蓝煤合作的机制下 2022年 河海大学获批建设 蓝沧江煤公和学院 近些年 该院不断拓展在水利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水资源工程的领域的突出优势 努力扩大蓝煤合作的朋友圈 开创人才培养的新航道